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就是千禧科網泡沫的20周年 想當年很多人都是盲目地一窩蜂去投資 科網相關企業 怕會錯失了互聯網的增長爆發期 不過期後亦都見到大量的沽盤出現 甚至乎掀起了一陣恐慌的拋售潮 今集的智富通就會和大家一起探究 當年的起源始末 大家好, 又來到智富通的股市自由針 今天繼續有幾位 其實在古壇上經歷了很多風風浪浪的嘉賓 繼續和我們拆解當年今天的財金大事 分別有郭Sir, 郭Sir, 你好 你好, 你好 郭Sir, 你好 你好 年資比較淺, 但已經十多二十年了 有, 你好 有, 你好 今天說這個 不知道我們有生之年 會不會再看到這麼厲害的東西 香港人炒味很濃 什麼都喜歡炒 炒樓, 炒鼓, 炒金 甚至乎炒球鞋 炒演唱會票 炒得的東西都炒 但是當年我很小時候曾經聽過 原來我們申請新股 想買新股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那份坊也有黃牛家 對, 是指蘭球 在我的印象當中 我覺得很匪夷所思 即是你招古招到萬人空巷 去排隊, 排到蛇餅很誇張 究竟當年發生了什麼事 何時大家那麼緊張 要去找這些研究表格呢 那時那隻經典的二千年的科網泡沫 最花費的那隻就是 超人推出的那隻叫做 Tom.com 就是8001 那時就故意為了科網泡沫 製造一個創業版 當時是極度寬鬆 你只要有一個計劃書寫出來 講到天花龍鳳 你已經上得到市了 那時我最記得了 就是梁白濤 那時是BMP 他就做補戰人和bookrunner 他就低估了市場的需求 他就印了幾十萬張 幾十萬都多的 幾十萬份申請表 幾十萬都多的 都多的 但需求是超過一百萬張 那一指難求 那些人排隊只要拿表 每次炒了 只是那張表達五元一張 我看到那張表 後來就是說黃牛架 曾經在網上出現的是 其實是足夠的 你未有這股份 才要付出這些入場費 一足夠的 我覺得還是能想過 為什麼 真的是這樣 我不是鼓吹黃牛 但我的數字是這樣算的 你申請到一手 一手就夠了 你已經可以有錢賺 其實我自己… 我沒有炒黃牛… 真的沒有炒黃牛 因為你沒有付過一百元 我沒有表格 搶不到… 我公司拿到表格 回來 我就大無私養 一定有 結果最後很廢 去哪裡了? 沒有了 真的嗎? 誰都拿了?不知道 我好奇 那時候… 如果炒黃牛 可以放上網 那時候是怎樣知道 哪裡可以找哪個人 有一百元 我肯買一百元 二百元也肯 但我去哪裡找那份表格 Docom是剛剛的 就是他哥哥的年代 是嗎? 是… 所以是傳聞 有些人說就可以了 是傳的 即是說我有幾份表格 你要不要?你要 一百元就給你 是這樣傳的 那時候沒有線上,沒有網上 是 但有一件事可以看到的 其實剛剛經歷了98年 那個亞洲金融風暴 股市六千多點 慢慢慢慢走上來 本來大家的警覺還是很高 後期是德順階 是 德順階 德順階就逆手 最後變了八號仔 當時幾號子升到上 最高是二十八個半 一一八六 沒錯 製造了一個很龐大的財富效應 我有個朋友 那個時候也買得很遲 他買到五元 五元買完之後 他不是買得少 他買了二百萬股 一直升… 升到二十八個半 帳面上賺了幾千萬 他一股都不買 可憐 聽我說 很快由二十八個半 就落到二十元 由於少了這麼多錢 他更加不買 結果之後就拿到後期 又由賺便市 但其實除了德順階之外 還有很多股份 當時本來是七毫子 七毫子不動 一開出來就升十倍 令到你整個市場的焦點 聚焦在科網的板塊裡 一時之間 甚麼基本因素 沒有人說 甚麼泡沫沒有人會留意 總之我中得到 我就賺錢了 這個就是當時最刺激的環境和氣氛 當時的科網本 其實是由美國傳過來的 美國當時的科網也是瘋的 突然間一隻科網上市 便可以升幾十倍 所以不是那幾倍 因為剛才我們說的 那隻Tom.com 第一天掛牌是升幾倍 是的 這些已經很小疑科 是的 小疑科 我印象之中 最多人發達 最短時間發達的人 那個時間就是2000年的科網普梅 年初到差不多 由春季到秋季連續炒兩次 當然最經典 除了Tom.com之外 就是電訊營波1186 也是炒到電 因為它升得多 我記得我有個客人 我也記得他的名字 他十多萬買了一隻715 買了之後就停牌 第二天出來 他那十多萬就變了一百多萬 是,十倍 他馬上就買了一層樓 其實這個不是經典 我說一個很經典 宗有些再經典 一個很經典的 我去做專門 有個朋友叫我留意一隻248 對不起,648 648 我回公司真的有留意看看 是,我記得是兩毫四千八 那就全都破了 是沒有什麼基本因素的 說而不為二 我也忘了這件事 結果有個朋友 他就問我 我想買股票 你買什麼股票?有多少錢? 我沒有什麼錢 只有萬零元 萬零元真的買不到什麼股票 當時也有很多選擇 但是萬零元 真的想不到不知道買什麼股票 好像只有一隻六四八 兩毫四千八 我又不是很專業 那就隨便吧 說一隻出來 打算應酬了就算了 買一隻六四八吧 怕不怕? 一萬多元輸了也有多少 他真的買了五萬股票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結果過了一個星期 就不知道什麼時候 他打電話給我 謝謝你,郭Sir 我說,郭Sir,你叫我買一隻六四八 我當時手心都飄了 因為那天是冬天 我自己一股都沒有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被乳父買了 你聽我說 我收市按一按下去 是一個五毫一收市 我當時整個就呆了 糟糕,我一股都沒有 他就停牌 他停了一個星期還是兩個星期 出到你知道多少錢嗎? 八元 八元 就是由兩毫四千八 爆到八元 不,升到一毫五千一 就停了一市 停了牌,收市 一開出來就八元 八元就一條起 炒到十四個多 結果那幾萬股 聽說賺了幾十萬 就買了樓 因為那天樓很便宜 但我從頭到尾 我一毫都沒有買過 這件事就遺憾到我今時今日 否則我一早就退休了 如果你是多幾層樓 否則就沒有郭Sir做嘉賓 這個很經典 歷史不可能再回來了 還有一種文化傳訊 大家都可能忘記了 是由好幾次升到三個多元 當時什麼傳統的股份 沒有人問 換句話 在泡沫出來之後 當全世界相信泡沫能夠帶來財富 你是會去參與 不僅…你是會很積極地去部署 因為買其他不會賺錢 所以引伸下去 股份真的買當頭升 這是沒辦法 那時候算不算全民皆股呢? 尤其是在這些.com的概念上 我想問問Steven 你想想 你讀書有沒有參與? 我那時候2000年的時候 應該是年中學還沒讀完 你當成了機會 對了, 那時候還沒炒的 Steven說得很好, 真是全民參與 因為你想想 你那時候已經是股品人 還要是名家 不是… 你在拉胸的時候 竟然有朋友給你一個號碼 他竟然給你一個號碼 那是誰? 我可以跟你說一件事 當時我也是做客人的生意 我接到的盤子 全部都是跟科網相關的股份有關 但他們認識嗎? 可能他們沒有研究 不認 我也不認識 我都不認識 其實全部… 認識的人就應該不認識那些股 不認識的人就應該問那些股 全部都是吹噓的 如果你是真的很傳統的投資者 像你這樣 就看不起那些 你是不是看不起呢 因為那些沒有概念 對不起, 你一毛錢也賺不到 是 你一毛錢也賺不到 你隔壁那個又賺多少 隔壁那個又賺多少呢 你是完全沒有份的 所以變成在當時這樣的氣候環境下 你沒辦法不加入去做一個分析 但你沒有基本面 為了用技術分析來做看法 沒有技術的 其實很難 你說是由幾毫至一個多 然後停牌八元 這些是甚麼技術 沒有技術 沒有技術 即是圖表都沒有看 但沒有技術是假的 譬如這樣, 你要十多元 十多元, 整個泡沫開始慢慢過去 股價當然下限 那跌到甚麼價錢 可以買嗎?Apple 那你總是要有價錢 12元不能買, 10元 10元不能買, 100元也能買 但平均線也不能參考 那些人不理會… 在IPO哪有平均線 對, 完全看不到 那隻湯仔見過14元多 差不多10元 那時候150元 對, 好 等於藍醜 差不多10元 跌了4元 Apple能買嗎? 甚麼?你給我一個價錢 看看是甚麼價錢買吧 我真的想買 那你還不做我的生意? 做吧 你不給我一個價錢 9元才買 就9元買 9元買也會輸 換句話來說 如果你跟我說基本因素 不要, 你們不要鬥 其實你叫我不要買 我就找Steven Steven想做我的生意 可以買的 9元也不太貴 8元買, 差不多了 但比例是怎樣呢? 可能入市的人 可能九成都只想買方塊 最要命的是哪一件事呢? 就是買完後不會離開 買完後不會離開 所以8號仔 就是118號 輸4號 輸很多人 買完後不會離開 而且還低價不斷再混 因為你見過28.5元 你覺得14元很便宜 一半吧? 14元之後落到7元 這一分鐘還不躺身去買 再見到3.5元 沒得商量了 做媽展也要買 對, 那些大行 我想是為了做生意 就拼命幫小卓人吹 說這家有這麼多業務 千套無可限量 我記得 28.5元還在吹 我忘記哪份報紙 有一份報紙說目標是40元 經過了20年之後 整個古壇有甚麼改變呢? 因為曾經在18年的時候 大家又說 不知道是否有科網泡沫2.0出現 時代的改變 有沒有改變了股民的心態 以及幾位已經在內 和行外人士的心態 稍後回來再談 繼續回到智庫通的節目時間 剛才說起科網泡沫 幾位都說到 未非食物餘外國市 真的炒風實在太厲害了 短短一天賺幾倍錢 不是新鮮的事 其實由美國那邊吹過來 對, 林Sir說 因為看到當時納子… 看回數據 1995年的時候 納子其實是1000點以下 是 去到2000年很風光 大家都說科網的時候 5000點點 他在3月的時候 是去到5400點 是, 最後要十幾年才去到這些上景 但那時候其實由哪個位置開始… 我們主初是說科網熱 你炒得很厲害的時候 是… 沒有人想到泡沫 在哪個位置 大家覺得原來這些是泡沫 準備會爆發呢 其實你說起來 就是要從美國開始的 那些出名分析員 那些出名的分析員 隨時呢 都一年賺幾億美金 很驚人 可惜香港就沒有這些超級巨星 賺不到這樣的錢 但也都令人看到 其實科網其實是… 你如果買得中 剛好你做到一個生意 賺得到錢 就像Google那樣 你可以有力 變成億萬身家 所以就算到現在 這個科網泡沫都還沒過 很多人都希望在這個科網發達 這樣說, 什麼時候開始破呢 的確有些是真的到現在為止 越做越好, 包括騰訊 那些也是 但是當時就… 在一個高峰的時間 參與的資金是越來越多 我記得就是… 每個人都去買 買完還要不懂得走 也不願走 因為實在有太多想像空間 結果多綁一下… 到滿倉都是相關的股份 總是轉來轉去, 轉不來 就是沒什麼錢賺 但你又不會怎麼輸 轉不來, 收績和收績 所以那時候開始的氣氛就變得了 開始就變得了 用不著走… 但就算走, 他也不捨得走 後期就像電訊營科 由二八個半 開始慢慢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到二十四元也不怕 但到十幾元, 十九個九 那時候人們開始心裡不舒服 就是暫瘡了 其實那時候做孖展當然沒辦法 但有些開始就有點壓力 但還是不捨得沽 結果何時呢 就去到大概十元左右 就配售過一手貨… 配售過一手貨 配售的時候很快是 人家拿了二八個半跌下來 但配售後回來 第一口價多少錢呢 九元 都要輸了 輸了嗎 就是終於人們發現 不是你肯低吸收了 沒錯 就不是停牌之後又賺幾倍了 沒錯 終於是原來配售這麼便宜 已經二十八元, 下了十元 都要輸 好了 基本上是泡沫 那就睡醒了 睡醒了 之後九個多, 八個多, 八個多 九元, 九元, 八元, 七元 第二個增持點就是六元 我覺得十幾元 大家都有一個憧憬 但知道是不對版 但還有一個小小幻想 到後期, 十元配售完之後 開出來只剩九元 大家醒了 因為二十幾元到十幾元 是二字頭和一字頭 心不舒服 但十多元, 還有十字頭 你去到單位的 只有九字頭的話 心就不舒服 因為起步點只是幾元 睡醒了 那一刻就睡醒了 但我想問幾位 經過了二十年後 其實現在反而是一個科網的世界 對… 我們說的同股不同權公司也好 接著是說重磅股也好 以科網行先 也是佔比會越來越提高 對… 二十年前和後 整個環境都不同 我們的生活習慣都轉變了 有沒有科網泡沫2.0的味道? 還是大家不需要這麼引誘? 也有, 你看美圖就是了 到現在也沒有錢賺 是嗎?很簡單的 他不是很科網 他不是很新的 這樣多常遇合你 現在你不可以寫過計劃 就說上得到市 要實質很多 你現在要有千五萬的現金樓 變成你不是說閉上眼 作些東西有人相信 就行的 現在你真的要做到生意 這樣做… 你做到生意到賺錢這一步 其實是很難的 因為現在最大的問題 科網股的問題是什麼? 它是用銷錢來發財的 就好像Uber、Airbnb等等 靠銷錢 就是Rework是最好的例子 他集了一支 拼命銷錢拼命 但是它是賺不到錢的 始終你的生意 一定要有一個賺錢模式 你如果沒有一個賺錢模式 你一年之內就會倒閉 當然是淘汰 但是最關鍵在哪裡呢? 二十年前那個科網潮 我們的技術是不能配合 那個時候還是二支 很後期才是三支 到現在已經是四支到五支了 互聯網的世界已經很成熟 可以很容易掌握到很龐大的數據 以這個很龐大的數據 市場的解錄就是 你可以帶來無限的商機 就像剛才鵐Sir說的 有些互聯網公司 到現在仍然在賺錢 但是它有數據 這個數據將來會變成錢 但是市場是賺錢 還有一件事大家要留意的 是2008年海嘯之後 出現什麼事呢? 2008年之前市場的錢 是這麼大就這麼大 怎麼猜都是這麼大 但是2008年之後 央行不斷向市場 引出很多錢 對 那些錢在市場上滾動下來 你不用說第二個市場 海嘯之後 道徑師指數六千四百六十九 到12月12日的歷史高位 是二萬九千五百六十八 是足足四倍多 夠錢大到這個房子都堆不完 問題是這些錢不是下了我的袋 不是下了Steven的袋 不是下了大家袋 去到金融市場的頂層 那些基金經理掌握到的錢 是五百億以千億美元計算的 他們是要跟基金做部署的 那你實體經濟 任理計算的數據 賺了多少錢 不過我比較過去 如果你說二十年前 和後當時的泡沫 和現在確實很多科網股 是很有基本因素 很有盈利 亦都這樣說 就算現在你說 當錢銀充斥了整個市場 大把資金氾濫的時候 於是浮迫起了一個市 確實好像剛才讀書所說 尾圖 尾圖和尾團 好像個字差不多 但已經是很不同的事情 你見到在盈利面上 正正是因為尾團其實都燒過錢 但是燒錢過後 當市場的佔比壯大的時候 它現在開始就是 一直有收穫 有收成的時候 那見到投資者 是真是很理性地分得清楚 雖然都好像是科網相關 但有些真是不行的時候 他們不去追捧 有些真是可以 譬如今年二零二零年的主題是ATM 那樣 就已經打了三隻 真是最大的科網股出來的時候 你見到資金同時市場的信心 同時再去一路檢討 它每季每年的業績的增長 有沒有放慢有沒有加大的時候 其實市場又未至於泡沫 因為他們都更懂得分 究竟哪些是 不是只有港字 就一尾炒了幾倍上去 而是上去的過程之中 一直有波浪的時候 大家都仍在看 你真是有增長 不過以前可能是因為說.com 即是你真是覺得 會是.com是會得到一樣東西 但現在我們所說的科網 其實是已經不限於 它是有一個叫做.com網頁 即是它其實是 好像郭Sir所說 楊Sir所說是大數據 即是你幻化的東西 已經是多了很多 那麼兩位的看法 即是接下來 那麼對於科網這個回合 今次是否會是一個長勝將軍 接下來都… 吃東西買蘋果就行了 郭Sir呢? 我也同意看法 但我看好阿里巴巴和騰訊 即是我買蘋果和騰訊 阿里巴巴 這樣就應該適合了 你贏了… 好,今天謝謝郭Sir 謝謝楊Sir和謝謝Steven 下次我們會繼續說 多一些不同的財金話題 希望由當年今天 拆解到未來的部署機遇 你現在看的是 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一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 以及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的了 我們還有一個 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得也要支持一下